他真是 然后把草图画出来 很真诚 太真诚了 他都是因为他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那个感受实在太强烈了 他必须得画 画不行了 不画不行了 然后画完还不过瘾 还得写 是吧 还得写 他经常是先形容一张画 先把自己这个想法先形容出来 用一些 真的就是用一些形容词 去形容出来 然后再去画这张画 其实你看他画这张画的时候 就是在画那些形容词 很有意思 因为梵高我看的也比较多 这条路线走的也比较 对 看到他早期的 中期的 后期的 而且他每个时代在的地方 梵高的故事咱们也了解 对 然后就比较清晰的知道 梵高为什么能到这样 对 蒙克 咱们这回看了 蒙克展 对 蒙克其实也是受到梵高的影响 是 梵高这太直接了 太刺激了 哪有 就好像 我 咱们 你看过美丽心灵吗 看过 看过是吧 美丽心灵里边纳石 跟那个女孩说 说 我想和你上床 嗯 我是哪有这么直接的人呢 对吧 第一次见面 看到人家 就说这个 他就是 梵高就是这样 嗯 他跟大自然说 我想和你上床 嗯 就是这种感觉 明白 所以他那个谁看到之后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门客看到之后 他不想跟大自然上床 他看到梵高 看到梵高的话 也觉得 再回去到到大自然一看 嗯 妈的 大自然想杀我 对 对吧 看门客的话 就是我想死 我想死 我想死 就这种感觉 就是 我很难过 他们把周围的东西都去掉了 嗯 把那些没用的东西